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共交通上粗暴行为频线 安全行驶问题引关注 吉林农安 珠宝店共计三百多万元的商品不翼而飞 偷盗者手法娴熟 计划周密 警方抽丝剥茧 大盗中落网 四川成都 两名小朋友在路边捡到五脚钱后 交给正在执勤的警察叔叔 那首几代人耳熟能详 开口能唱的儿歌 在现实生活中被两个食尽不昧的孩子传承践行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发布 近日2018至2022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 委员会将承担起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研究 咨询 指导 评估和服务等工作 全面梳理大学本科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演把高校毕业出口观 日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分析的通告 通告显示 2018年第三季度 全国共完成并公布965727批4食品 含保健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样品监督抽检结果 总体合格率为97.6% 不合格率为2.4% 于2017年同期持平 坐公交车 坐过了站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您下站 下车 再坐回去 一切不都齐了吗 这也耽误不了几分钟 可是有的人是非要大吵大闹 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而且也耽误了全车的人 11月29号的上午 北京市的一辆公交车行至南三环外环时 车内乘客邓某称自己坐过站 要求司机停车 因车辆已驶出公交站 司机拒绝了邓某的要求 在到达下一站后 司机打开车门 但邓某拒绝下车 并用手提的整箱牛奶 击砸司机手部 司机躲闪中 车辆偏离正常行驶方向 紧急刹车后 仍于左侧车道一辆 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寡蹭 车上安保人员和其他乘客 立即将邓某控制并报警 邓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好 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 央广评论员张斌 张斌你好 对于北京公交车上 乘客袭击司机的行为 你怎么看呢 应该说这样的乘客 公交车司机的情况 并不是单一的个案 其实这种方式非常的危险 它已经涉嫌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了 满车的乘客 他们的安全 完全掌握在司机的手里 如果对司机施暴的话 显然这样的行为 是不能被容忍的 我们国家目前 在相关方面虽然有法律 但是对袭击司机 到底处以什么样的法律 恐怕还没有专业的 一个相应的界定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想只有用严格的法律 进行制裁 袭击司机将会受到 相应的刑事的处罚 才能够真正遏制这样的行为 但是从我们社会层面来讲 每一个上车的人 我相信都是平和的 每一个司机 也都是按规程来驾驶的 这时候恐怕就需要我们个人 少一点火气 少一点暴力 司机多一点程序 多一点规则 我想可能这样的公共安全 才能得以保障 但是法律和工序良俗 必须同时发力 才能遏止一起又一起的 袭击司机的相应事件 好 感谢张宾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各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一个深夜盗窃案 就在前不久 吉林农安的一家珠宝店被盗 那店内的800多件金银珠宝 在一夜之间就不翼而飞 损失高达300多万 被盗的珠宝店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 农安县城区的商业街 郝女士是这家珠宝店的店长 7点123分的时候 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店长来一下 把店里被盗了 我立马就是打车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就发现 柜台的布全部都是比较凌乱 都掉到地上了 然后柜台的门都是敞开式的 现场一片狼藉 郝女士马上报了警 据郝女士说 珠宝店位于楼梯建筑的一二层 与建筑的上层根本没有连接通道 珠宝店的正门 有两扇用来防盗的卷帘门 但都完好无损 那么犯队嫌疑人 究竟是如何进入到现场的呢 民警在店面一楼的后窗户 找到了答案 这个窗户破坏挺严重的 钢筋都扭曲了 经清点 珠宝店被盗首饰800余件 被盗现金1.1万元 总价值人民币310余万元 警方通过调取珠宝店监控画面发现 犯队嫌疑人在9月12号凌晨2点08分左右 侵入珠宝店 在店内停留了大约一小时 实施完盗窃之后 在凌晨3点20分左右离开了现场 你看进屋之后 犯队嫌疑人就是说的 把柜台的那个布 这个的布全部打开 之后看看 接着往下翻 他们又直接进屋 就对那个就是说的那个 柜台进行下手去盗窃 他把这个金店呢 翻一遍之后看一遍之后 犯队嫌疑人就去挑贵宗物品 就是说那个比较贵宗的 可能标价比较高的 开始呢就是盗窃 监控画面显示 展柜钥匙就放在柜台上 犯队嫌疑人搜寻中 轻而易举找到了钥匙 并且迅速打开了 装满金银珠宝的柜台 专案组人员进一步 分析店内监控录像 推测犯罪嫌疑人 是一名身高1米7左右的男子 从作案手法上看 犯罪嫌疑人动作娴熟 有惯犯的可能 且全身伪装的特别严实 可以看出反侦查能力较强 作案前精心策划 嫌疑人在现场上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图像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整个作案过程 它是戴头套 戴口罩 戴橡胶手套 并且呢穿的鞋子 还是戴鞋套 并且呢经过我们 到后期侦查 逐步地发现 它进入现场之前 在原来的衣服上 又加了一个外套 所以说当时呢 从现场开演情况 给我们留下的痕迹特别少 就有反侦查意识的犯罪嫌疑人 作案之前呢 显然是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在案发现场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警方赶紧地转换思路 通过调取案发现场 周边的监控录像 来搜索他的身影 警方调取了近300个视频点位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持续侦查 最终发现了 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并通过12个点位视频 梳理出了犯罪嫌疑人 迅速案前的行动轨迹 根据多种手段 最终发现嫌疑人 是从这个重点区域内的 一个网吧出现的 民警在对这家网吧进行排查后 锁定了一个登记名为赵阳的男子 这名男子曾于9月11号下午4点 戴着墨镜进入网吧 并于9月12号0点36分离开 这与犯罪嫌疑人 到达现场的时间差相吻合 警方立即对赵阳的身份展开调查 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为克某 是吉林省榆树市人 游过两次盗窃前科 于2018年6月21号刑满释放 经过比对 警方发现克某与案发现场监控中的 犯罪嫌疑人身形特征十分相似 警方确定克某为这起珠宝店 盗窃案的重大嫌疑人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 犯罪嫌疑人克某此时已经离开了长春 去了辽宁省大林市 民警年夜赶赴大连 在9月14号凌晨0点27分 将克某抓获 当时他已经把盗窃的赃物 已经变卖 当时从他审讯是扣押 三十四万六千块钱现金 还有部分的赃物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克某交代了犯罪事实 令人诧异的是 克某在出狱前 竟然就已经开始计划盗窃珠宝店 更在出狱后 上网购买了伪装衣物和作案工具 9月11号中午 他乘坐客车来到农安县 经过仔细踩点后 发现了被盗珠宝店的后窗户 可以直通店内 便决定对这家珠宝店实施盗窃 作案后 克某换乘三辆出租车 来到其育有吕某家中 并将部分赃物藏匿于此 其中包含大量钻戒 及几条金项链 克某交代在朋友家 他用提前在网络上 购置的酒精喷灯 把黄金首饰烧融 最终把所有的黄金类首饰 融合成一个形状不规则的 黄金疙瘩 融完之后 这个黄金我拿到楼下 他家超市不有那种公金秤吗 我量过 正好是那公金秤 显示是两公斤 深夜盗窃 得手之后 逆藏丧物融化黄金 但到了这个地步 克某的犯罪计划 其实还没有结束 那接下来 他辗转多地 只为了实施 自己犯罪计划的最后一步 中阶 沈阳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这里有大小金店不下30家 9月13号 克某从长春乘坐出租车 来到沈阳 在这里 他拿着融掉的黄金 寻找买家 一开始没说卖 我怕他们不敢收 我说让他们帮我融成 把这个给我融成那个 就是金条或者金块什么 因为拿第一家收 那女的说能融 融了融完 她说她融不了 说找她给她家男的找来了 拿着拿着一看 说这是不敢给融 说你这都是手持啥都整一起的 然后我拿着完就走了 在第一家碰了币 克某拿着黄金疙瘩 又来到第二家金店 但是第二家金店 依旧拒绝了她 为了赶紧出手三五 她选择将黄金直接出手 去了好几家金店 都没人敢要 然后我行那时候 没人要 我行就直接打车 就伤大脸 往处走的时候 跑过来一个老头 我说他说那个 他说没人要我要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最终克某将盗窃的黄金 以每克230元的价格 卖给了红某 共得赃款35万元 随后克某带着部分钻石 打车到大连市继续销赃 最终被警方逮捕 根据克某的交代 警方将他藏匿在 吕某家中的赃物予以扣押 至此 这起珠宝店被棄案 在案发40个小时后搞破 目前 犯罪嫌疑人克某红某 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前不久 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进行了强制执行 面对着4万多平方米 场地当中的几十家商户 执行法官该如何开展工作呢 2018年9月12日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未解决执行难问题 将对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进行强制执行 这起由广州英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申请执行广州市天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案 根据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 被执行人 广州市天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应将广州市天河区 元村四横路 广州市阳城保健食品工业公司 大院内的建筑5级空地 腾空交还给申请执行人 广州英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根据申请执行人的请求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国际法院依法立案执行 咱们这个行动涉及了 这个厂里的面积特别大 有4万多平方米的大厂地 以后里面还有不少商务在里面 所以这个算我们在基本解决执行来里面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执行行动 在整个执行过程中 我们有对风险进行了充分的研判 那么包括是否出现 比如说爬楼 跳楼 还有一些过急的极端的一些对抗的行为 希望这一次的强制执行能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申请人后续就可以很顺利地 进场做后面的这个交递工作 就是说非常期待这一次的这个执行 在强制执行现场 针对广州市阳城保健食品工业公司大院 也就是自编10号院内的租户 天河区法院的法官已经开始清理和劝退 整个场地有100多个商户 那么我们这一次 有已经原来之前我们已经60户已经自动搬离了 这里有42户还是没有搬离 我们这一次对42户进行强制执行的 在法院判决下来之后 针对整个场地负责执行任务的法官 不止一次对这些商与搬迁的商户上门做工作 尤其是对未搬迁商户中 是否有老人 孩子 病人等 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做了统计和分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场执行行动的 其中一个执行点 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执行位置 根据我前妻和法官了解到的情况 这家原来是一家钢铁产品的 一个生产的小作坊 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就住在这里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跟随法官去看一下 为了确保在执行过程中 这位老人的健康不受到影响 天河区法院的执行法官 提前做好了相关准备 出于就是对老人的身体健康的考虑 我们就是请了医院的救护车过来 以避免发生这个意外 在敲门一直没有人回应的情况下 执行法官很是担心老人的安危 决定强行开锁 看里面有没有人 控制下危险物品 好的 上次来的时候 我看到老人睡在那里的 那么今天过来呢 发现床里面没人了 老人应该不在这里住了 那接下来这个现场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接下来呢 我们先对现场的那个危险物品 先进行清理 清理完毕以后呢 然后呢就把这个整个场地腾空 腾空 那腾空的这些东西怎么保管呢 这些东西呢 交给申请人代为保管 在此次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 这些要全部被清退的租户中 也有跟未执行人 广州市天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付密合同未到期的 我们还有半年是东北到期 就我们讲的 就我们说一定要什么搜索 什么搜索 我们很多东西都还没差呀 天子公司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他们已经代数了 必须要搬走 我们之前他都没说 我们法院也贴到公告了 你们都知道 公告我知道 之前他们没 实际上他们也没说 我们先玩吧 我做两个的公司 但是养一过就不容易 那个还有 半年 还会到期 数据很大的 数据很大 这样的 如果他们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 而且这些租赁合同还没有到期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他首先要备齐书面的租赁合同 还要包括对方违约的一些证据 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 大部分租户选择了支持法院的清退工作 你就争取尽快能在一两天就把它都搬完了 两天肯定搬完了 但是煤电有没有影响 没电没影响 对于一些确实搬迁有困难的租赁者 法院的执行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帮助 这一次行动的话 我们是劝离了约三百多人离开这个场地 然后其他的租户都每一户 42户我们都已经全部都有落实 两户我们是强制进行搬迁 那么26户我们就已经在今天内已经搬完了 其中还有14户跟申请人 就是已经达成了搬迁的一个沟通 就是完成的时间已经定了 偏和区法院的执行法官们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分头行动 针对整个自编十号远 全部未搬迁人员的强制清退工作告一段落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十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他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这首儿歌我们都唱过 就在前不久在四川的成都 就有这样的两个小朋友 他们把捡到的五脚钱 交给了正在执行的警察叔叔 而执行的民警也是认真登记 向小朋友敬礼 鼓励他们的实惊不昧的行为 10月23号晚上 在位于成都龙泉义区的音乐广场 两个小朋友玩耍时捡到了五脚钱 并第一时间交给了执行的警察 警察拿出接警本 认认真真的做了登记 并且给小朋友敬礼点赞 这样颇具仪式感的行为 引发了网友们的称赞 在这件事情过后 记者在当地的滨河幼儿园 找到了其中的一名小朋友刘凯宁 他今年六岁 他们捡到五毛钱 我说要交给警察叔叔 还问其他几个小朋友怎么说的 我说是买棒棒糖 后来是你去教的 当时在音乐广场执行的 是龙泉义区公安分局民警陈波 陈波介绍 当晚九点左右 他看到小朋友们高高兴兴地 向自己的执行点跑过来 当时他们是两个小朋友 一个划着汉兵 一个是跑步过来的 是从那边玩耍的地方过来 过来之后跑到这边之后 然后我们当时看到他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完话之后 手上是拿了五毛钱 然后我们就拿出了登记本 就是让他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认真对待了他 实惊不昧的这件事情的 陈波告诉记者 登记完毕后 他认真地完成了 对这五脚钱的交接仪式 同时还给两个小朋友敬礼 为他们的行为竖起了大拇指 好 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 央广播放评论张斌 小朋友捡五脚钱上交 警察呢 登记下来 并且是敬礼竖大拇指点赞 可以说这仪式感十足 那张斌老师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 所谓的一件小事呢 实惊不昧 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尽的义务 那么小朋友捡了五脚钱 那也是实惊不昧 怎么样给他以褒奖呢 我想用仪式感极强的 这样一种登记啊 敬礼的形式 显然是对孩子最好的褒奖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中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 警察只要认真履职 公民只要遵守 工序良缩和法律法规 这个社会自然变得很美好 现在的家庭啊 都在为孩子的教育焦虑 到底要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 这个价值导向怎么来设定 其实我们看到 警官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呵护同心 其实就是呵护 我们这个社会的工序良俗 让孩子保证一颗善良的心 一颗诚信的心 显然就是维护着 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种仪式感不妨多一点 好 感谢张宾 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 这是一对安徽夫妇 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 所经历的煎熬岁月 前不久在湖北警方的帮助之下 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终于完整了起来 画面中这一幕发生在湖北省实验室 三天前 这对来自安徽省邦布市淮远县的夫妇 来到实验室东越路派出所 向民警求助 他们的女儿叫赵欢 九年前外出大工 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 九年里赵欢的父母也报警找过 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结果 你们父亲俩就是这么多年 找了好几个地方是吧 找了原来找就是没有线索 就通过这个流动人口反应 情况讲在这个原来光 知道他这个有个男的 实验人给他带着这个地方 以前可能跟实验的一个男子 在我们这个辖区 靖谈社区去住 并且生了一个小孩 两位老人满怀希望地 找到了女儿的婆家 遗憾的是 2013年 女儿的丈夫因车祸去世 此后不久 她便扔下自己六岁的孩子 离家出走 婆家人也在找她 但是至今没有她的下落 希望破灭的两位老人 回到了老家 今年6月 两位老人再次乘货车来到实验 这一次他们想到了 再一次求助警方 觉得这对夫妇不远千里 来到湖北实验 觉得假如说 她女儿在实验生活的话 我们都要派出所 无论如何 也要尽力 帮助他们找到这个女儿 让他们的寻觅目 民警立即查阅资料 走访了高嘉湾社区 一百多个租户 寻找到了赵欢 曾经打过工的超市 向超市负责人 询问到他家的大概位置 找的烂度比较大 当时我们就分了三个 一轴在这个烂边 一轴在东边 西边 这个烂边的 我们分三轴进行找 最终是在这个 四层楼这个白方子里找到的 好 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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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那么黑啊 我都找 你找十来年都找不到 你心那么黑啊 你心那么黑啊 这些你们帮我 不要再帮我 你心这么多 你心这么多 妈妈 做这么多年 也不跟我们练习是 好想想的 你心里面咋想的 你跟他们回家看看吧 没两个人 我也不要回家 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家 不和老少都盼着你回家 你知道吧 原来九年前 赵欢的母亲 不同意她与男友在一起 与赵欢发生了争执 母亲一气之下 骂了女儿 赵欢与母亲赌气 从此离家出走 赵欢结婚几年后 丈夫因为车祸去世 她又找到了新的男友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日子过得一直不如意 赵欢也不好意思 与家人联系 最终在2018年6月14号 在父母的坚持 与警方的努力下 一家人终于团圆 近日在河南省洛河市 某银行业务大厅 一个男子手持一把剪刀 劫持了一名女保安 情况一度十分的危急 接到通知后 河南省洛河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第二特殊警务大队 立即组织十多名特警队员 到达现场 我们接到遥令指令以后 到达现场 发现一个十八九位难请见 收持一把非常锋利的剪脑 它那个剪脑的事 大约有四公分的长 然后一手来一个女士 拨着一手都放在 他在剪刀放在那地方 考虑到强制主治 可能造成的后果 特警队员和民警 并未对男子使用强制措施 而是反复与其进行谈判 劝导其放掉人质 在僵持一个小时后 特警大队王培挺身而出 提出用自己来交换人质 随后特警队员找来绳子和鞋搭 将王培的手脚捞起 王培蹦跳着到了男子面前 期间 王培悄悄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丑准时机将男子扑打 其他特警队员和民警人 立即上前将该男子制服 从那女人 我手脚弹过程中 她拉肩的手放下来 最后的事宜了 她放下来的时候 我突然说这一步上去 不需要一年 我突然控她双手 那人照看一眼我 都会睡后过来 都会自怨我 期间王培脸部被剪刀划伤 被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正在医院住院观察 据了解 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人姓林 今年19岁 多年前已辍学打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近日浙江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 以售卖小龙虾为幌子的 特大跨省贩卖毒品案 2018年5月 浙江省胡州市安吉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办案民警 在侦办一起毒品案件时获悉 该县校风镇的一名姓高的女子 在长期进行贩毒活动 高莫这个人有两次七处前科 有一次贩毒前科 进货主要是两条线 一条它是从长新进货 另外一条它是向我们安吉的 一个姓和的进货 通过微信联系的 办案民警对何某展开侦查后得知 何某经常凌晨去买小龙虾 量有不多 只有五斤十斤 这一奇怪举动 引起了办案民警高度警觉 通过调取附近街道的 监控录像后确定 何某的小龙虾 来自于安吉的袁某 那么我们普通话的资金 微信展上记录 那么发现它就是像那个 袁某每次就是 有大量的资金打进去 一开始我们以为 它是吃的买龙虾 后来我们一调查 何某它也不做 它也不做龙虾生意 它就这个贩毒人员 它买龙虾干嘛呢 警方随即对袁某展开调查 发现袁某经常混迹于 足域KTV等场所 开支较大 其贩卖的小龙虾收入 远远不足以支撑 它的这些开销 一斤龙虾最多赚了一两块钱 收入跟它的支出明显不符合 我们在日常的办案中抓获一些吸毒人员 他们的微信中就显示出来 他们向这个袁某购买龙虾 但是他这个购买的龙虾数额 跟他实际发出去的情是不对等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袁某 在以这个龙虾的幌子在贩卖病毒 由于袁某多年来一直在安吉 从事小龙虾贩卖生意 他一边向饭店兜售小龙虾 一边向下家出售毒品 真假很难辨别 当时安吉市场上的小龙虾 按规格大小不同 价格最贵 在美金30元左右 一般每箱40斤 通过对比调查 办案民警发现袁某每次 向湖北前江男子苏某交付龙虾的货款 均明显高于小龙虾的市场价 买龙虾它是有规律的 第一个它不是每天都买 七到十天买一次 它买一次就是两万多块钱 然后量不多 三箱 最多三箱 有时候一箱 那么明显对它的数量不适合 那么我们当时就鼓励 它这个是将苏某在买第一 摸清袁某的毒品来源后 7月25日 警方根据线索又发现 当晚袁某与上家有交易情况 为此安吉县公安局组织警力 敦首取货点 准备对袁某进行抓捕 营牛虾的 大约大将 미안 什么又来着 什么又来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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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黃色的 龍蝦都是哪裡來的 從湖北 湖北 湖北怎麼過來的 因為那個 沃浮車運過來 用沃浮車運過來的 是吧 對 那麼這幾邊 除了龍蝦之外 還有一些毒品 你試的這些毒品是誰的 那個 是前面那個 發布的給我發過來的 發布的給你發過來的 是吧 不是給我發 我發了龍蝦 他發這東西發過來的 袁某到案後 拒不交代毒品的歸屬問題 但是面對販毒網絡 下線人員的指控 以及完整的證據鏈 袁某難逃法律制裁 我微信上有時候賣龍蝦 然後他就知道 然後問我多少金錢點 十斤龍蝦 就代表一顆毒品 冰毒 販毒犯罪嫌疑人 利用往來長途汽車運貨 由於運輸的貨物 多為小龍蝦 打包繁瑣 司機並不會開箱檢查 袁某正是利用這一點 企圖蒙混過關 不料人髒病禍 7月底 安基警方又抓獲 蘇某等犯罪嫌疑人23人 抓獲吸毒人員50餘人 查獲冰毒200餘客 目前該案還在進一步審理中 近日在江蘇海安 一名男子網購了 兩條小鱷魚當寵物 可是沒過多久 民警就找上了門 今年9月中旬 江蘇海安市城東派出所 接到群眾舉報 稱有人在網上 非法購買鱷魚 並將飼養鱷魚的視頻 發在朋友圈中 警方隨後 在海安市城東鎮的 李某家中 查獲了這兩條小鱷魚 這兩條鱷魚看似不大 每條長約25厘米 分別被裝在 兩個透明的塑料盒中 調查過程中民警發現 李某根本沒有意識到 自己行為的嚴重性 堅持認為這兩條小鱷魚長不大 但事情遠沒有他想像的 那樣簡單 根據國家林業局 司令公安司法 建立中心的建立結論 這條小鱷魚屬於鮮羅鱷 屬於國家重年保護的 冰尾野生動物 據了解鮮羅鱷 原產於東南亞地區 成體最長可達4米 有較強的攻擊性 在我國沒有相關部門的 合法手續 不能對其進行買賣和養殖 目前這兩條小鱷魚 已送交當地 家具有合法資質的 水生動物養殖中心 而李某因涉嫌非法收購 賓危野生動物罪 被海安市公安局 採取取保候選的強制措施 前面有四川雅安的 一名駕駛員余某 駕車在高速公路上 逆行長達數十公里 那中途穿越了5個隧道 兩次拒絕民警停車的指定 最終被民警設卡攔下 事罰後26歲的余某 受到罰款200元 駕駛證一次性計12分的處罰 此事經媒體報導後 引發各界關注 有網友認為 罰款200元 駕駛證計12分的處罰有些輕 有律師也認為余某的行為 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10月27號上午 四川省公安廳高速公路公安局 六分局發布案情通報稱 余某駕車在高速公路上 逆行的行為 應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於27號凌晨被四川高速公路公安局 六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並送往石棉縣看守所關押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余某也因此稱為 四川高速公路逆行入行第一人 近日一頭野生的亞洲巷 頻繁地進入雲南省普爾南邦河村 他不僅大搖大擺地在村裡邊閒逛 還當著村民的面直接地搶糧食吃 做法公路風公安局 啊 最後一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